各位大家好,又到星期三晚的沈大斯港投资 沈大斯港投资是一个收费的节目 每季每季收的,一季是600元 而最新一季第34季就已经接受订购了 今天这一集已经是第34季的第二集 不过迟了订购也不要紧 因为第一集和第二集都会有重温给大家 当然这一季为何要订购呢 除了在分析理论各方面可以做到给大家一个分享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第34季 我们会送一本2024年投资元机 去年2023年投资元机在最后一季又已经送给大家 大家可以作一个参考 用玄学的角度来看究竟未来一年的变化会如何 今年的2024年投资元机 现在我正在写中 应该尽量在1月左右送给大家 只要你是订购第34季的沈大斯港投资 这样就可以得到 订购的方法很简单 有20多种 包括亲临D18上环地铁站 一旦出口的D18专门店 那里可以亲身订购 或者现金入账 ATM跪元机转账 转数快等等 详情将所有的资料 包括订购什么节目 你的电话 E-mail说 WhatsApp来91671611就可以了 另外又可以在网上订购 登入D18.net 用PayPal付钱 澳门观众就去澳门大丰银行 买张香港恒新银行的挂欧支票 寄来D18总部就可以了 如果详情不清楚 可以查询我们的热线 就是22971825 22971825 好了 先说回市场 大家看到道指又上升高了 即是这下的反弹上升高了 是不是道指真的比较厉害呢 又见港股一直创新低 那是不是港股又弱点呢 很多东西不是可以看表面的 亦都是股市 你要清楚明白 股市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 包括人为造市 而造市之后的结果 就是做完之后的反走势 可能会更加厉害 就是说 美股越摸得上高位 越是会跌得深 而港股越插得厉害 就往来跟着下去 就会升回一样的厉害 这个就是股票整个游戏 不为人知 或者是会是一般散户 会错误地认识股市这个游戏的重点 究竟是不是呢 不是吧 沈大师你在乱乱说 如何人为造市 那你就一直看下去 跟进着的情况 其实同样的手法 同样的版本 97年是这样 07年是这样 17年都是这样 根本就是说 每一次去到高峰期 就不断有一面倒的言论 就说好啊好啊好啊 结果就倒下来 在金融海啸那些低位 就不断有言论就说 会淡啊会淡啊会淡啊 结果就升了上去 我们细心点 这样看一看 现在的情况 究竟是怎样 是不是真的美股这么强 强到没有朋友呢 是不是真的美股 是不断地上升 基本上毫无忧虑 买都赢呢 当然 当然不是买都赢了 买中的三两只就赢 因为美股 就是在做这个手法 不断抬高指数 用重绑股来抬高指数 来到去做顶 但是当然这个做顶要摸索 还要有多一些其他的因素 我们不断抬高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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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10月我不是說和大家說 美股是會下跌的 會下跌一波很厲害的 其實8、9、10月就由35,000到32,000 就在那裡得逼 當然32,000也是重要的關口位 在這裏做反彈不期的 只不過這個反彈就出現了一個虛耗性上升 你會看到其實這兩個月 即11月、12月 基本上上升是不停地上升的 上升了 上升了8月的高位 直逼歷史新高 當然我們不會知道頂在哪裡 但是知道就是強老之末 什麼叫強老之末 就是說在這裏再上升的動力 不會太多 但是我們就等它上升 當然會不會創歷史新高 可能的 因為沒有人會知道高位去哪裡 但是知道就是近榜 當然如果去高位來計算 就是前年10月的高位大約36,700 我們開放一點 不要給一個水位一個指數 來限制我們的看法 而是總之去到那裡 很大機會做雙頂 接著回落 而很多因素 所以美股根本給我的感覺 是強硬來的 當然它強硬來 可以真的逼到歷史新高 也不一定 但是又如何呢 上面究竟還有多少水位呢 所以這個就是關鍵了 現在我們稍後就會用一些基本面的分析 加上一些技術性的因素 來看法究竟高位是怎樣摸 這個就是道指 我們看看納子 納子相對比較弱了 因為沒有辦法 你那些大型科技股 之前托到過股值過高 那你變了 這次就不能夠再創新高 機會是小的 它的新高就大約16,700 現在就剛剛超越8月的高位 整個反彈浪的高位 但是呢 上面有的阻力就是大約 去年年初的時間 的反彈浪 那裡大約14,600 似乎納子的力度就不夠了 我們都是同樣策略 在這個時間 不要猜到多少 但是知道就是一直在邁向 就是去見頂的時間 那當然了 好大機會就見頂之後 是會徘徊 高位徘徊震盪 然後之後就倒下來了 那當然了 一會兒我都會大約說給大家聽 在第二節的時間 收費時段 就是我心目中要什麼時候 美股再下一波的跌 而這一波的跌 相信配合資金流向 配合很多因素 就應該落得更加深 要留意了 蠟子就表現較為最好 蠟子表現較為失色 蠟子表現較為失色 但是情況仍然上升 我們看看標普500 情形跟蠟子一樣 就去了8月的高位 但是距離歷史高位 還有一段時間 我想先要破4643 之後就是4800左右 這兩個也是關鍵位 如果我們造倉的話 理論上就希望等到4800左右 就是之前的蠟子 就是36700左右 那些位 就會先落一處 但是不是confirm 不是all-in 還要配合時間等等的因素 這就是三大指數 到美股三大指數的情況 我現在也是等著的 記得就是8、9、10月 我沽完之後 其實一直都是留一點貨底 就在等著 等著什麼呢 等著它的反彈浪 去到逃微的時間 去到強老之目的時間 開始就在高位部署積聚淡倉 但是現在還沒有時間 還沒有時間 就算你拿到有賺 都是你好運 還有一個指數 就一直可能被人忽略 但是很具前瞻性的 因為它反映了中小企的情況 這是什麼呢 就是羅素2000 羅素2000的反彈 就強差人意了 到不到8月的高位 到不到年頭的高位 更加不要說去年10月的高位了 這個亦正正反映 其實第一 美國的經濟狀況 是應該比較上 不是那麼理想 中小型企業的股價 就嚴重地落後 仍然都是低位徘徊的波幅區間 當然了 你說有沒有機會去到近2000呢 有 有可能 但是不肯定 但是如果要求近2000 理論上就開始可以部署淡倉了 所以其中第一個信號 就是羅素2000 反彈到 譬如說2000點 接著那裡沒有力 開始有回落的跡象 那麼 三大指數的淡倉 你就先下一次 這個是其中一個信號 當然了 如果反彈到2000 然後沒有力 再插下來 那你就可以加估 美股三大指數 包括標普 所以一切都要看時機 不是 萬中中地由低位有反彈的時間 我走去難去堂臂擋居 不是的 是一定要跟隨著節奏 來掌握著抽高的位置 來做沽瘡 OK 這就是美股的情況 沒錯 美股三大指數加上羅素2400個指數 其實很嚴重地看到 就是反映中小企的指數 是很薄弱的 力度很薄弱 而三大指數 之所以這麽厲害 主要是抽起著的權重股 譬如納子來計算 抽著的NVIDIA 抽著的蘋果 這樣做的指數上 但實質上 大部分的股份 都是在低位 徘徊 其中最頑端就是 例如輝瑞那些 那些簡直沒有主題 這樣來說 走勢更加薄弱 這就是危險的信號 我再一次強調 美股來到這些水平 開始有反覆 開始到了危險的階段 這些位置絕對不買得美股 你可能買得贏 這些是講運的 但是起碼一件事 正路就是 美股 抽高位 抽信號 就應該是做淡 做淡了 開始做淡了 10月那個反彈開始了之後 11月12月 我都沒有全力叫大家做淡的 而這個反彈浪也很厲害的 那 只要叫大家放一些貨底 譬如說淡了 做一些貨底 去買保險 但是 暫時我會看 第一 一定要過三期結算 這個就是這個星期五 之後再看定形勢 還有這個星期三晚 就是美國意識 因為現在是在炒 炒息口見頂 所以 那個 辣子、盜子 就抽上來 用這個做借口 很多東西 當一切confirm 現在減息 有很多人說就是 3月 2、3月 接下來的2、3月 所以 其實最大機會 美股震撼性落 就是 炒完減息的因素 真的確認減息 那就確認告訴你 潛意潛在潛台詞 就是 減息 就是 美國經濟 真是頂不住 美國的金融機構 真是頂不住 開始就要下降了 所以 應該如果如無意外 真正美股下降的那一刻 可能是要等3月 但是現在 仍然觀察著 因為 最高位 可能是在12月、1月見 而3月 就已經是 下降低位之後 再震嵌性落的 所以 要小心 跟著節奏 不要輕舉妄動 也不要 在現在這一刻 偷步向上 偷步向上 偷步去沽 但是 你說買上去 好話不好聽 我就一定不會買 也不建議大家買 因為這一刻是最後的探戈 是最後的一擊 而這一刻最後的一擊 回頭是會很快的 所以 留意著這件事 美股這陣升 今年的升 配合日股、韓股、台股都一樣升 韓股、台股就較為尺寸 台關、台灣股市更加 佔四分之一的比重 就是台積電 根本就沒有意思 我們看看日經指數的情況 日經指數已經不覺不覺 在兩三個星期前做了頂 在走下降軌 當然 在走下降軌 這刻曾經急跌過三萬二度 那一刻是因為日經急升 日股自然就捱沽 但是之後又反彈 反彈已經不能夠突破下降軌的頂部 所以似乎開始 其實我一直都說 日股一定是跌先過美股 現在開始有一個跡象 但是這個跡象一定要配合 日元開始強勁開始 待會看日元的變化 大家就可以逐步摸索 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訊號 不同的訊號 有不同的指示性 給大家一個信心 OK 接著我一張 接著 我們就用文字解釋一下 究竟美股抽上去 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我看是最後一擊 首先就是利用重磅股抽高指數 這個手法其實是屢見不鮮的 利用重磅股抽高指數 但是整體的股市 股票其實是很個別發展 有很多人一直在沉底 包括輝瑞 有些低位都有抽上來 包括City Bank 但是他抽上來 高位 同8月份的高位已經差很遠了 所以也這麼說 為什麼美股這麼厲害 但是有些基金 不要說是誰 他的投資 都仍然在輸10-20% 為什麼 就因為股票和指數根本背道而馳 這個就是最主要原因 也是我們看到 究竟美股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利用重磅股抽高指數 這個是手法 而這個手法 是很多時候 在港股也好 美股也好 日股也好 都會用的 第二 就是利用一些借口 譬如說 12月粉飾廚窗 這個是借口 抽高指數 也是讓人不敢沽的因素 還有炒最主要大的藉口 就是炒過息口見頂 炒會減息 由說到明年年底可以減息 到現在近來 好像熱 就是說 第一季已經要減息了 那減息 自然有個希望令大家覺得 市議就可以上回去了 現在就炒定了 到真的減息的時間 大家才知道 原來減息是跌市的周期 這個也是 當然 還有其他消息呢 其實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一月份 還要可能有一個更加好的消息 就是 俄烏的戰士 可能有和解的空間 這個說了很久了 我亦都說 由十一二月延遲 一路延遲 到 究竟一月有沒有可能 是有的 因為 現在 政治環境局勢 更加越來越明顯 美國 根本 根本 美國就支付不了 烏克蘭的 戰士的資金 國會撥款 國會撥款也有分歧 即使這次撥倒 下一次的難關更大 所以 俄烏戰爭 可能美國會出賣烏克蘭 因為 另一條 戰線 就是耳巴 又打到熱烈 這樣的時間 唯有放棄烏克蘭 令烏克蘭 可能 在這段時間裏 失去援助 唯有的 選擇 妥協 這個 我不敢說 因為政治環境 政治因素 還有很多變數 不過我只是給大家 作為一個警惕 就是說 可能 一月份 俄烏戰士有回解 再抽多一下 才死 OK 這個就是 美股抽高最後的借口 而這些借口 已經近尾聲 所以我就說 這個是最後一擊 最後一擊 要留意了 至於潛在的危機 這個才是重點 就是灰犀牛的因素 就是一直都存在 但是 大家就好像當沒有到 而 突然間 一發瘋的話 這個影響性就會很大 這裏包括有四點 第一就是經濟衰退 美國的經濟衰退的情況 現在其實金玉其外敗水其中 只是拿 拿就業數據 來掩人耳目 但是實體經濟是差到無倫 當然了 我第二節再會說 就業數據的東西 給大家聽 當然了 這個是全民的 但是 亦都是給大家作一個參考 第二 企業盈利見頂 這個也是重點 因為企業盈利見頂 如果倒退的話 現在美股的估值 就不值得那麼多 到其是 觸發的牽連性就會很大 第三就是債務危機 一直存在 亦都是一直是灰犀猶 而這個存在的因素 可以開始發揮作用了 所以來說 債務危機 現在美國的國債的總額 就是33萬9千億 OK 如無意外 去到年底 就是還有大半個月 應該就是超越34萬億 你可以計算到 他的利息負擔是多少 利息支援 跟著就是財政赤字等等因素 還有第四項 這件事也重要 就是銀行的危機 在高息環境持續了那麼久 銀行在三月份出現了 中小型銀行很多開始陸續倒閉的危機 我估計 開始現在到就是中型大型銀行 開始有機會出事 所以其實美國就是在這個問題影響之下 減息的動作 減息的動作可能會加速 當然這個減息不是因為通脹受壓的原因 而是真的面臨著經濟危機 銀行業危機的原因 這些就是灰西牛 Anyway 說了美股這麼久 說了美股現在是最後一擊 而這個最後一擊 可能就是要延到這個星期五的三期結算 或者到最終如果可能的話 一月俄烏戰爭 真正和解的時間 就一月再扯上去 那就差不多了 所以現在做美股探倉 要很小心 最好的時機是等到二月中二月尾開始 三月份 當確認減息 二月尾三月份 確認真的減息的時間 就閉上眼睛去吧 好嗎 那麼第一節的時間差不多到了 網台節目開始接受訂購了 你除了可以親身到上環D100專門店之外 還可以去銀行入數 又或者透過櫃圓機過數也可以 還可以登入D100網站 D100.NET訂購 想即時過數 用轉數快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沒有不明白 可以打給我們D100網台專線 電話22971825 22971825 這邊請回來 我們當然要對得到